有外国游客到了花莲玩 但是呢双腿被小黑纹盯成了活动兵 算一算有大约超过100个包 回国之后都没有消 让他气得在网路上发文抱怨 而被小黑纹盯咬之后 到底该怎么处理 医生就提醒了 用冰服就可以止痒 千万不要过度抓痒 否则抓破皮 可能会引发细菌感染 双腿被小黑纹盯得一包又一包 秘密麻麻布满整个小腿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近期有国外旅客到花莲游玩 没想到却被盯成正副模样 气得怒劈 花莲不管一下小黑纹吗 花莲小黑纹多 不少在地人早已习惯 只是每回被盯咬后 马上就会红肿发痒 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医师给答案 用一些方式 比如说冰服薄荷油 或是一些药 会有一些冰凉的作用的 我觉得都可以拿来做一些 我们讲的止痒的处理 其实冷水冲洗或冰敷 就能达到止痒效果 最重要的是不能过度抓痒 否则破皮了 恐怕会有戏剧改缆 而如果想从根本解决问题 重点就在清除 积水清苔 它是吃蓝绿藻 所以我们只要把青苔清除之后 那它的幼虫 就没有食物可以吃 县福环保局也承诺 未来会加强环境消毒 希望能从源头消灭老人 小黑纹 记者成见 花莲报导 小黑纹 小黑纹 россий